大家好,我是Lice Bar的Licole 今天教大家做一個長方形的花籃 首先鋪了玻璃紙 放了濕的花籃 就可以開始拆花了 首先以柳花葉 做一個線條的鋪排 把初曲分支 插在花籃的地方 油加利葉可以做長些線條 黃白色的初曲 有一種跳脫的活潑感覺 開始加入龍船花 橙色的龍船花 會提升花籃的鮮亮色調 現在開始加入吉緊花 以高低錯綠的形式插入 除了花頭外 還有很小的花籃 花籃用來做線條的鋪排 也有很好的作用 會令整個花籃生機勃勃 會令整個花籃生機勃勃 所以楊吉緊也是很好的花籃 這次選擇是香薰色 和黃色和橙色都很配搭 現在轉到另一邊 繼續插入吉緊花 發黃色的龍舌 開花籃生機勃 和一些初割 和一些初割 用花葉和葉材鋪在底部 遮蓋到花 放在底部 刺激的花頭也大又小 大的花頭可以放在中間做煮花 小的花頭也可以放在旁邊 可以令它生息不少 用龍船花作為線條性花材 可以放在旁邊 拉長 把整個花腩的感覺 拉長一點 把花腩的感覺都快點來試試 把花腩的感覺都快點 完成了 快點來試試 花腩的感覺 花腩的感覺 完成了 快點來試試 快點快點 快點 走